草原不要論文小偷 林志堅深陷論文抄襲風波 國民黨市議員參選人 先按您提告 透過我們國家的標案來取得 有沒有經過足科管理局的同意 或是難道全民繳稅的這個標案 是幫林志堅選論文嗎 勸林志堅回頭試案 現任台北市議員 鎖定主管機關教育部 這個林志堅當老科 辦公室助理的時候 法案都不會寫 法案都不會寫 怎麼寫說實論文 而且被我們逮到了 抄襲到88% 蔡英文對他是愛之 是主義害之 是亞苗助長 號稱新竹花美男 我們今天呼籲他 叫做新竹小白臉 桃園快退選 還有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也向台大檢舉林志堅的論文 涉嫌抄襲 附上檢舉信件 台大有責任站出來公開說明 率先提出質疑的市議員王洪威 不怕林志堅來告 小羅羅啊就來背鍋吧 幫林大人對不對 林大人背鍋 我說歡迎來告 而且你要趕快告 我要讓法院來認證 那個林志堅你這個是抄襲 不只不打算收手 國民黨在加碼爆料 林志堅中華大學說論 不只抄襲逐科管理局 還直接複製貼上另一篇 2005年的品質月刊文章 桃園市議員參選人林濤 諷刺林志堅 一篇論文抄不夠 抄兩篇 抓包第二張文獻 探討的第一節到第四節 幾乎全文複製貼上 整篇論文的抄襲內容 從87.8%上升到 百分之九十四點一 民進黨竟然說 我們提出的一位是不倫不類 你們是一點政治良心都沒有 是非不分 林志堅碩士論文 接連被踢爆抄襲 還沒私職到桃園 只怕已經感受到選戰煎熬 近新聞 葉亭吾俊偉採訪報導 照片